婚姻 失戀 離婚 我們會講 那種是人的那種 壓力指數裡面最高的 離婚比你知道你自己得癌症 或是說知道你的父母親 兄弟姐妹去世 或是說什麼破產 那還是更高的壓力指數 離婚跟就是說男女婚有分手 那是最高的 就是一個親密的他人 跟你斬斷這段關係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有點像 靈魂一部分被切掉了 沒有辦法割捨 這個少年他只有17歲 他也許對感情其實是 不了解真正的意義 對他來講意義衝擊很大 有時候是金蟲充老 對你來講搞不好 不是 這個小孩很特別 因為他父母親也不理他 所以他其實是沒有親情的 找母愛嗎 我認為這個有集中扮演很大 扮演很大的一個角色 就是他沒有父母親的愛 所以難得一個熟女 對他這麼好 對他那麼親 其實外國是有這部電影的 就是也是一個上班族 然後一個年輕的小朋友 也是愛上了他 那種感覺就是他除了得到 另外一個母愛加上愛情 他每天下班的第一個念頭 就是要衝去找這位 這個少年 他每次下課的 第一次去找那位 也是一個護士的一個成熟女生 那一部片子還得到奧斯卡 所以可以想像一個少年維特 加上失去母愛 遇到這樣成熟女生 結果這樣 聽說他爬上去的時候 還帶著鐵棍 就是一定要想要把這個女生 哪有那種 我一定要把這個女人帶走 那種氣勢 所以他們鄰居這個事情 早就已經知道 而且很煩惱 碰到這種事 這個少年該怎麼辦 如果他這麼嚴重 我覺得要有人主動去關心他 要輔導他 我們講少年維特的煩惱 少年維特是誰 哥德 哥德是德國的大哲學家 大科學家他是國會議員 那麼聰明 那麼厲害一個人 他在十幾歲的時候 寫少年維特煩惱這本書 也是因為這樣失戀 差點真的自殺死掉 這個情官有時候 對年輕人來講 很難過得去 一定要旁邊有人 給他好好輔導 甚至要帶他去看醫生 那你說少年還不成熟 可是這個女生也42歲 照理說很成熟了對不對 所以他做出抉擇 他母子戀私奔 他可能是一時的激情 我覺得是一時的激情 就是說 不是 你要知道一個四十幾歲的女人 四十幾歲的女人 你還講這種事 一個四十幾歲的女人 所以三十如狼 四十如虎 聽不下去 來 發言一下 如果你在市面上還會有 市面上 年輕的小男孩 對你產生愛慕之情 對你示愛 那個虛榮先生 哇天啊 我四十幾歲 我是有魅力的 開什麼玩笑 他那個對於自我滿足 自我肯定啊 實在是相當的讓人振奮 所以也是另外一種形式的金頭上 然後 人生的一大成就 如果說有一個接近50歲的男生 對你還是也是這麼的瘋狂 這麼痴情 你的感覺是一樣的嗎 虛榮感沒有那麼強 虛榮感沒有那麼強 就是年輕的嫩 嫩男 如果也愛慕著我們的話 就是那個虛榮心 我連小的都可以吸引的 老的算什麼 這個17歲算嫩男 那這算什麼 50歲的喔 對 沒有想要再看他一眼 所以我17歲跟他站在一起 我當然是看17歲 我30歲的時候 你也沒有多看我兩眼 起碼17歲顧眼睛 17歲其實不只顧眼睛 那所以如果以爸爸的角度 你的小孩也很大了對不對 如果他叫來2 3歲 他的第一次戀情有跟你分享嗎 從來沒有 他一直跟我說他沒有女朋友 可是我們一直很好奇的事情是 為什麼每次在家裡 在掃客廳的時候 都有不同頭髮的長度 因為我們台北有房子 他是說都是朋友 我們其實做父母親也希望說 你想知道說你的 另外一個女朋友是誰 因為他可能將來是我的媳婦 都有多方大探 但是我兒子不一樣的是 他這個少年為特 比較特別的事情是 他絕對第一個 十口否認第二絕對不會發生 第三個他愛的是媽媽 第四個絕對沒有任何的女生 他要專心念書 他總會講出一大堆的道理 你要小心你兒子 去找一個40幾歲的 因為他就告訴你他愛的是媽媽 他的母愛是女朋友 對 目前我發現到其實跟他 就是有在聊天的女生 都是學妹居多了 他大二的時候還去跟高中 但是重點是我們做父母親的 真的很好奇說 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情況 那曾經也發生過類似案例 就是有女生非常的喜歡我的兒子 那女生也曾經在高鐵 就巧遇到 這個兒子的父親就是我 他也很靠性的跟我講說 他就是某某人 後來我也打聽了 然後我回去第一夜市 那裡跟我太太講說 我遇到了那個傳說的女生 因為他的阿姨非常的 就是還滿欣賞我的 所以他就鼓勵他的這個女兒 要跟我兒子交往 跟我打招呼 我馬上就分享這件事 我他也馬上打電話說 遇到了什麼事情 結果我兒子也很冷淡的說 這種事情是不會發生的 叫我們兩個不要太緊張 他還沒到這個年紀 所以他越這樣講的時候 我越擔心到底他的感情跟什麼 他到底是喜歡男生還喜歡女生 坦白講 不過目前看起來他還是 多元成家 多元成家也好 他還是喜歡女生居多 但是做父母親是真的 所以你也不太不是很了解 不是 現在的年輕人 坦白講你沒有切入到他的臉書 或者以前的這部落格 你真的不知道 他們年輕人的少女 那你有沒有教他避孕 男生不會懷孕 不是啦 還是要談犯 我跟我太太有討論這問題 是不是要送避孕套 給兒子之類的事情 但是其實小孩子對於父母親 過度關心有關他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會說一句話說 我沒有新生活 我不需要 所以其實 你兒子不正常 你知道講我的手心 23歲的男生 怎麼可能會不需要 講到這裡你看我手心那麼冒汗 真的 你其實做 我說真的現在也不曉得 我不知道其他父母親這樣 我們其實真的很難去瞭解 小孩子的愛情生活 我們只能關心他的課業而已 其實很多尷尬的話 親子之間要不太容易 對 我們只能在開車的時候說 有沒有女朋友 他說沒有 有沒有交往 沒有 他不會跟你說實話 那你繼續問下去的時候 他說沒有 這好像在問案 對 所以我們只好旁敲撤擊 他的朋友之類 他們朋友也敏感 因為現在很多小朋友 有兩個臉書帳號 一個是給父母的 真的 而且不會加父母 對 不會加你們朋友 另外一個是絕對不加父母的 對啊 不加父母還幫你封鎖 對 所以你看都沒有 來 先休息一下 先休息一下 對啊 我媽才叫我媽 我媽耶 為什麼 為什麼 那樣的事情 也都看不到了 新聞 畫畫畫 其實這個青少年 在發生這樣的事情之前 我們可以去回溯 他之前的成長背景 是怎麼樣子 OK 我想在愛的需求 是不夠的 對 對不對 那麼我曾經跟一個 之前的森林小學的校長 朱朱就聊過這個事情 他對他們學校 比如說他說對 他有一次的演講 他講說對六年級的 那現在可能降到五年級 六年級的女生 OK 因為女生比較早熟 OK 所以他們有很多的行為的蛛絲馬跡 他們就會很認真的觀察 比如說開始去打男生 然後男生就來追他 這樣子 OK 因為都同校 OK 這個看起來是沒有什麼 可是校長就看出 這個是有問題的 為什麼 因為這個叫做一種刺激反應 OK 於是就把家長找來 就說你們可能要多關注你的女兒 他的愛的缺乏 OK 因為人只有在充分得到父母的愛 他才能夠發展有愛 才能夠正常的跟朋友之間 否則他的愛的缺乏 他很快就會跳到 去找到一個異性 然後進入愛情那種單一的 你眼中我有我 我眼中有你 這種非常吸引的感覺 這樣的情況之下 會用什麼做交換呢 用性 對不對 我為了得到這個 我什麼都可以拿出來交換 我也可能用性作為工具 跟你要這個愛 我覺得這個是我覺得現在 很多父母看到這個會很緊張 不敢帶兒子去見熟女 OK 四十幾歲的熟女 不是這樣子的 這個小孩是需要幫忙 不要認為他是犯錯 他是這樣 我覺得小孩有可能 他真的就是缺乏關愛 他跟這個熟女在交換 在交換什麼 也許他只是希望那個熟女 像媽媽那樣多關心 多照顧他 這熟女要的是什麼 這熟女可能我已經有家庭了 那些什麼關心照顧 反正都煩死了 他要的就是性 所以他們就做這種交換 來 派醫師 對不起 美人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37歲的媽媽 那他跟 這更嚴重了 這嚴重 因為14歲是未成年 17歲也未成年了 他是女兒的同學 他是跟女兒去學校的時候 看上了他女兒同學的男同學 這個男同學有180公分 70幾公斤 後來他們兩個人就發生了 外線關係 這個媽媽是什麼樣的心態 其實如果講到這麼小 他其實被判一年半 我們就講他其實有一點 已經是犯罪了 法律上就犯罪了 OK 我問一下 甚至我們精神科 還有一種診斷叫戀童癖 其實那個是國際上的重罪 來 他說他冬天會憂鬱的 叫雙極性躁鬱症 他認為他是夏天會躁鬱 冬天會憂鬱 所以叫雙極性的躁鬱 最佳憂鬱的躁鬱症 有這個東西嗎 有啦 有這種診斷 可是他可能有這個診斷 還是被判了一年半 因為未成年 你有這種躁鬱症或精神疾病 有可能你判斷力比較差 或是說你躁症的時候 你性欲比較強烈 可是有一個道德底線 這個法律約束就是說 年輕小孩子他們就是 雖然身體成熟 心智就是未成熟 他對性是不懂的 事實上是很容易 不管是男生或是女生 他是會受到大人引誘的 所以大人就要有一個界線 就是說多少歲以下的小孩 我們要保護 不能跟他們發生性行為 不然他太小發生這種事情 那個過程也許會覺得是談戀愛 可是有可能未來 會對這個小孩的心靈 造成很大的傷害 那坦白講鄭大哥 他因為提出醫生證明 叫雙極性的躁鬱症 法官要去判 的確發生的時間是在夏天 夏天是躁鬱 所以因此給他減刑 因為我們法律上有 是不是躁症發的時候 性欲會大增 真的是這樣 對 有可能 是沒錯 臨床上學理上是有這個 是有這樣 那判斷力會比較差 也許那個人際的界線 我們的兒子就很衰 剛才這樣 他判斷力差 法律上就是說 如果你有精神 精神好弱的有精神疾病 就是減輕其刑 對 他還沒有到完全免除 所以他給他減刑 我才判一年半 這個男生才14歲 他已經被他誘導去 跟他這個有性關係了 而且還最後的時候 還一個晚上4次 那我意思就是說 對這個14歲的男生 有沒有心理影響 會 就是看這整個過程 我覺得這現在已經見報了 然後這個可能 就是說這個手女要被面臨監牢 我覺得最後還是會對這個男生 造成一些傷害 那個傷害是什麼 那個傷害是什麼 我們看過很多 如果這樣的話 我們就會認為說 他已經有點算是被性侵犯了 對 因為他年紀太小 沒有自主能力 發生關係就認為他就是 即使他願意 我們也認為 為什麼要判刑 就是說你妨礙他的性自主 因為他還沒有自主能力 那如果這樣的話 有可能長大以後 其實比方說第一個 有可能就會影響到他的人際關係 有些人小時候被性侵害長大 他比較容易會性放縱 性放縱 性放縱 就是人我的關係並不是很好 還有就是說 有可能影響到他未來 他跟他辦的關係 因為他人格還沒有成熟 所以就發生這種事情 這個新聞其實家長 就是電視機前面的父母 其實要聽一下 要注意一下你的小孩 他這個事情會破 或是因為他看到他兒子的 14歲小孩的爸爸看到 手機的費用怎麼會那麼高 暴增 他就去問他 然後在看他手機的時候 才發現他有很閒思的簡訊 閒思的簡訊是 他跟37歲的女生這樣 我想很閒思的簡訊 是因為那個女生發給他的 這樣這個事情才破 所以有時候你發現 你的小孩子如果手機被暴增 你也不要以為那個就是 而且這個事件受傷 不是只有這個14歲的 包含這位女生的小孩 因為他也是同一個學校 對 他們是同學 是同學 對這個小孩來講 他也會有一些很困難的一個 你並沒有為台灣打過一場仗 來光顧我們 你打哪一場戰 就是為我們台灣來光顧 中日戰爭打了八年 你打八年是你被人家打 你有替我台灣打嗎 不是問題